我国参与墨西哥高铁项目招标 竟然被两次放鸽子 自从我国高铁技术完善并进一步发展之后 便一直在海外积极参与项目招标 接手了数项大工程并取得一致好评 而墨西哥政府也多次表示能与中国高铁合作 改善其国内运输困难的问题 所以在其经过一番规划决定修建高铁 并且开始正式展开项目招标后 我国也表现出极大热情 仔细研究资料后制定了完善的标书 希望能够获得墨西哥高铁项目 从而将中国高铁的名声再一次打出去 之后虽然有其他公司与我国争夺 但我国在总体上占据绝大优势 所以还是成功拿下订单 我国在之后积极与墨西哥方面协商 看何时正式启动项目 但墨西哥方面明显不太积极 对待问题更是以拖延为主 而更加过分是在订单签订仅仅三天后 墨西哥方面便宣布中国竞标结果无效 在事前根本没有与我方进行任何沟通 可以视作是其当方面撕毁合同 为此我国要求墨西哥相关部门给出解释 但最后得到的答复却是墨西哥高铁项目因为过于仓促 导致一些知名企业没有时间准备从而错过了这次的招标 所以为了能够给各公司充足时间准备 原先的招标结果取消 等待下一次正式招标时重新审定 虽然这个理由足够的冠冕堂皇 我方也表示能够理解 但因为之前已经初步签署合同 所以墨方应为此支付违约金 原本按照订单总价计算的话 这次违约要赔偿至少两亿 但墨西哥政府虽然知道自己理亏 却不愿意接受违约金标准 多次拒绝就赔偿问题进行善谈 最后更是表示只愿意赔偿800万元左右 用来弥补中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根本不承认是自己违约的问题 而我国在经过多次努力之后 也意识到墨西哥政府已经铁了心要来炸 所以只能将问题搁置 毕竟墨西哥还要进行第二轮招标 如果能够再次中标的话 违约问题就可以再谈 而这一等就直接等到了第二年 墨西哥政府才宣布高铁项目重启 邀请各国高铁公司前来参与竞标 虽然各国都看到了墨西哥违约 并且还不愿意支付违约金 但既然项目已经重启 各国都还是选择参与 毕竟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完善的标书 所以各国公司都准备得十分充分 但就在众人信心满满想要竞争一番时 墨西哥政府又出了腰儿子 宣布因为国际油价大跌导致国家财政紧张 在短时间根本无法满足修建高铁的资金需求 高铁项目也因此被无限期推迟 而这消息一出也让各国哗然 本来大家就对墨西哥之前的违约就存在戒地 这下又放了这么多国家的鸽子 让众人就觉得自己是被戏耍了 纷纷要求墨西哥政府道歉赔偿 墨西哥高铁项目几次三番出问题 那这背后有哪些原因 墨西哥本身自然是想建高铁的 毕竟及早在上世纪便提出修建铁路的计划 但因为国内的一系列问题 这些铁路根本没有完全修成便彻底停工 仅有一小段线路勉强可以使用 长途运输还是主要依赖陆路和水路 虽然比较不便但还是勉强足够使用 但随着各国贸易往来越加频繁 各国都开始修建高铁提速后 墨西哥政府也再次有了修建铁高铁的心 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仅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启动项目 还要完善的高铁技术支撑 所以光靠自己是不可能的 为此其政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 终于选择对外进行招标 为此还规划了数十亿美元的项目资金 这对于一个基本依靠石油出口 同时内部还存在各种问题的国家来说十分不易 一些官员更是觉得投资太大 到时候万一出现问题会使得国家财政更加紧张 而这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所以在匆匆完成招标之后 其政府还是觉得投资太大 希望能够等更多国家参与竞争 从而用更少的钱去完成项目 立刻选择放弃原先的招标结果 而随着国际油价出现大范围波动 墨西哥的石油出口也受到严重影响 预想的财政收入也大幅降低 这使得建造高铁的资金会更加紧缺 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大 只能宣布高铁项目无限期推迟 而除了这些客观因素之外 美国背后的掣肘也是一大原因 因为墨西哥语气接壤 所以受霸权主义影响也会更加严重 在一些问题上都必须参考美国意见 否则将会迎来制裁和针对 而我国在这些年来发展迅速 让美国感到实在难以接受 为此经常在背后耍银招想要遏制中国发展 同时美方也一直在破坏我国国际形象 各种威胁论阴谋论更是铺天盖地般的宣传 导致一些国家政府官员无脑跟随 让我国参与海外项目竞标时困难重重 所以这次墨西哥单方面毁约 恐怕也是美国在背后暗中破坏施压 毕竟一些墨西哥官员本就受影响严重 同时其政府也不敢因此得罪美国 这让原本简单的高铁项目中夹杂了很多政治目的 最后只能冒着违约风险来重新招标 但我国的高铁技术不仅位居世界一流 同时成本还要比其他公司要低 所以哪怕其他高铁公司有备而来 也难以与我国进行竞争 墨西哥眼看着国家财政紧张 更不可能选择成本更高的项目 毕竟这样的话不仅自己拿不出钱 最后势必会导致项目受到影响 国内民众也不可能同意 所以在权衡一番利弊之后 其政府还是决定将高铁项目暂时搁置 但这种多次出而反而的行为 势必会损害墨西哥国家形象 如果将来再想对外招标的话 各国公司本就不满加上担心再被放鸽子 有可能会直接放弃参与 墨西哥除而反而让各国公司不满 那其高铁项目最终如何 墨西哥政府的单方面毁约 使得各国都十分不满 也让我国失去了一大订单 但因为项目刚刚起步就因为毁约终止 实际损失并不是很大 而对于墨西哥来说失去的更多 首先其高铁延期至今都没有任何动静 以如今的国际局势来看 要想修建一条高铁将要投入更多资金 毕竟各种成本都在不断提高 想必墨西哥在短期内很难重启工程 那也就享受不到高铁给国家带来的改变 毕竟如果这条高铁能够成功建成 最少能为当地人提供数万个就业岗位 这将会极大程度缓解就业难题 同时运营带来的收入也会缓解国家财政困难 而从长远发展来看高铁更加重要 墨西哥受交通限制运输效率很低 虽然这条高铁线路无法汇集全国 但对于其联通的两个城市及沿途各地来说 运输时间将会由原先的数个小时所减成不到一小时 这样不仅民众来去会更加便捷运输效率更是成倍提高 必然能够带动经济迅速发展 而随着项目无限延期 这种种便利也只能存在于设想中难以实现 并且因为墨西哥多次出尔反尔 各国都意识到其背后必然受到重重限制 很难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 这也使得其政府公信力下降 毕竟一个普通的利民工程都要看他过脸色 其将来如果做出其他任何承诺都很难让人信服 此外墨西哥单方面毁约也让一些西方媒体有机可陈 其不仅丝毫不提墨方违约问题 反而污蔑我国高铁技术存在严重问题 但一些理智的国家都知道 我国高铁技术不仅十分先进 同时还已经把成本降到了最低 最后既能有先进的高铁可以使用 同时还能为国家省下一大笔财政支出 毕竟一条高铁成本动辄上百亿 哪怕省下一部分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因此就算是受到了很多阻碍我国高铁 也还是走出了国门 如今中国高铁已经成为极安全性 舒适性和经济行为议题的代表 墨西哥在一些国家的蛊惑下 错过与我国高铁合作的机会 如今只能不断地推迟建设时间 让建成通车的希望更加渺茫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